包含每天读 每天授 严格说 读跟授有点不太一样 读是看着经文读 授是要背诵的授 授的话是不看净 可是你不先情愿笔 慢慢读 慢慢读 也希望你能够把它背起来 广为人说 就是为别人解说 不管授 持 读 授 出血 为他人言说 这所有的功德啊 无量无边世界的大菩萨都不知道 只有佛知道他的功德是最为圆满 于无知者 连阿罗汉他都不知道 真的 华元经的功德有多大 接下来 到了清朝 咸丰年间有一个居士叫魏元 也叫魏莫生 他很了不起 他受过在家菩萨戒 而且他还会详经 也写祝福 而且他最后欲知十字 求生极乐净土 他真的欲知十字 他把这品选在净土三经之后 而成为净土四经 表示华颜为岛 净土为归 很深奥的意义 这是很有正法眼障 也就是很有眼光的意思 好 接下来请看下面补充资料 图一丁 请自己抄 今天我要讲净土 净土 这是我没有编的 请你抄 师父慢慢讲 你抄重点就可以 英文可以懂 专心听 比较懂 大乘净佛国土 很多东南亚的佛教徒 对净土理解都不太正确 也不太完整 所以你对净土有误会 举个例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哪时候念阿弥陀佛 哪呢 人死亡的时候 注念的时候 再念阿弥陀佛 所以净土中 在佛教历史上发展 曾经被误谓为死亡佛教 那是很不幸 可是你若语读阿弥陀佛 四十八大院 你就知道 阿弥陀佛是大尊菩萨 法藏理丘 法四十八大院 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净佛国土 它是很重要的 什么叫净土 简单的讲 叫做有三个重点 一 元臣佛道 二 庄严净土 三 瓦度众生 请背起来 这是在佛学院里面 所以考世界是很重要的 云臣佛道 所以净土 净土 广义的说 全秘应该叫做 大臣 净佛 国土法官 净土 不是只有指西方极乐世界 东方 廖师佛 也有东方净土 东方阿图皮佛净土 对不对 弥勒菩萨 也有弥勒菩萨 都帅内愿净土 现在我们坐在这里 也是 释迦摩尼佛的净土 西方有西方 阿弥陀佛的净土 观世音菩萨有 观世音菩萨的净土 任何一个佛菩萨都有净土 请看原成佛道 举一个例子 就像五星的买一栋房子 比如说你现在在街灭 你来算一算 东西南北区 你觉得你想买一栋房子 因为搬家搬家搬家 是很可怜 对不对 我告诉你一个 师父一辈子搬27次家 很可怜 我到全世界留学 我就没有 师父属莽的 这就是做牛做马 天马行风 以前 我还没有学过之前 人家跟我算命说 这个孩子 我要全世界去流浪 我已经到处流浪 回到处流浪 真的我这辈子搬27次家 我搬家的时候都流眼泪了 包包我出国 每次都要打包东西 我的东西有多 有书啊 有佛像 有很多东西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啊 可是呢 当我学佛了就很好啊 因为我天马行空 我就到全世界去洪返 我以为三方的加持 我到了世界18个国家了 第18个是马来西亚 对不对 所以 这是在你们的念头 可是你知道 年轻的人都喜欢流行 check in check out check in check out 到老公里说 哎呀 我可不可以不要再搬家 买一栋房子吧 好 你看 假如你要在JP 买一栋房子 你要开始算 你要买多少钱 比如说你要买三十万马币的 对不对 房子台币三百万 或六十万马币的 那你要算你有多少钱 你那边还要水边瓦斯 你还要吃饭 你还要用钱 扣它下来 你一个月可以存多少钱 那到底你一年可以存多少钱 接下来要做二十年到二十五年贷款 所以 原成佛道 这好像你在用心呢 要去呢 规划买一栋房子 每一个人都会存佛嘛 第二个 好 经过呢 你三年到五年 把第一头期款 准备好了 比方说 我们台湾投机款呢 就要一百万 那大概你们要十万马币 你终于存到钱了 然后呢 你就会呢 很高兴的呢 跟家人说 我终于要搬进去了 搬进去以后呢 你非常非常的开心 然后呢 买房子 你就会这样子 给你一把手 对不对 钥匙 恭喜你啦 你就为这个少使 做牛做马 而生了 对不对 当然有高兴吗 就搬进去 韩军月娥 你第一个是什么 就开始要布置客厅 庄严净土 那你就会想 你的客厅想要布置什么呢 是要布置法国巴黎的风格呢 还是巴黎岛的风格呢 还是印度尼泊尔风格呢 对不对 你就会跟家人讨论啊 所以客厅 是用一个心来布置 就是净土从哪里来 就是从你的心解决 比如说佛堂 也是大家设计嘛 对不对 佛堂它不会自己跑出来 一定是大家联友 这个佛学社的干部 一起规划用心布置的 这个地区的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才会出现佛堂啊 所以佛堂不是上帝的安排 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大家用心去规划的 叫庄严净土 好 接下来 往路众生 那请问 你买了一栋好房子 你又设计了客厅 当然你很开心 对不对 你有地方住 不用再读浪 你一定会亲密到好朋友来啊 对不对 真心邀请你的亲朋好友 对不对 来坐 甚至呢你在生日的时候 有所有的灵友到家里帮你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不是很开心吗 你总会把门关起来 不要来不要来 通通都回家 好的东西你会跟人家分享 那请问 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净土 说什么呢 坐在那边翘脚 喝茶吗 不是 阿弥陀佛成立了极乐净土 是要广度无量无缘的众生 到他的世界来修行而成佛的 所以你要到了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为受祭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将来成佛的名号是什么 所以大臣 敬佛 国土 都要修这三个要素 没有一个人不修敬佛 了解吗 你去读大制度论 敬佛国土品 你去读很多大臣 华言法华的经论 每一个人都要修净土法 你可能修观音的净土法 可以 你喜欢观世音菩萨 那你就拜南台古佛观世音 将来求生观音菩萨的 所谓的普陀山净土 三才冬至五十三餐 观音菩萨有普陀山净土 可是观世音菩萨也住在极乐世界 请问观音菩萨住哪里 我今天问个小朋友 对不对 我说观音菩萨住哪里 师父 观音菩萨住我家 因为我家有个菩萨 所以就拜观世音菩萨 有没有 事实上观音菩萨是什么 十方诸国土 那我问你 那我问你 既然菩萨有没有 你回答我 欢迎菩萨有没有住在马来西亚 有还没有啊 你们那个也有那么怀疑的样子 那我看我一个 请问观音菩萨有没有住在JP 有 你确定吗 有 当然 欢迎菩萨任何一个佛国土都住 所以刹那求他的时候 他立刻就出现了 苦海常坐渡仁舟 对 荡认禁佛国土法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第一次跟一两年来新加坡 马来西亚 我看到很多人不喜欢净土 我真的吓了一跳 博生吓三跳 我觉得这些人吐的佛法真的是很奇怪 怎么会不修净土呢 大寸佛法 发不低心 行菩萨道 六度波罗密 最后就是修大寸禁佛国土法 当然我没有强迫你说 一定要去西方净土 现在是很民主时代 我前几天讲 我们住念都要先问你 你念什么 对不对 很好 你看西方极乐世界 连池海会佛无散 我读了很多很多的记忆 实乎学了南传北传藏传 但我个人的的确确跟西方三圣旧 我发愿我生生世世都求生极乐世界 而且会承愿再来 我生生世世都一定会实践求生极乐境 因为我跟西方三圣的语言 是非常非常深的 你看这叫阿批伐志 不动地菩萨 为什么要去进土 你要证到阿批伐志 简单地讲 华严皆有学历 当到第七地跟第八地才不会动 各位都喜欢受罢 罢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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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 可是你知道在所有世界 从早到晚 你不打望便是很难的 你虽然很想修行 你的心还是很乱 有时候也会昏沉 所以你到了极乐世界 简单地讲 就是到最好的大学 比方说东南洋 大家都喜欢挤到新加坡 国立大学去读 为什么 因为它是最好的学校 净土也像这样 到那边最好的学校 你将来可以到 回来马来西亚 任何一个都市 都可以去创作啊 所以不要排斥净土法 不但大乘如此 金刚乘以修藏传佛教 也求生极乐净土 但特别提醒你 西藏极乐净土 阿弥陀佛是红色的 观世音菩萨在阿弥陀佛的右手边 也就是在我们看到的左手边 跟我们大乘不一样 他一经都讲 阿弥陀佛的右手边 就是白色的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的左手边 是蓝色的大士之菩萨 我看快一点 因为我待会还想教你其他的 再看钥匙海会 你要出生钥匙净土营爆 不是不可以 钥匙之一里面讲 林中有八大菩萨的坚营 你看新加坡 戊国经党寺 日本雕像 对不对 非常的庄严 日光跟月光片照菩萨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说 新加坡林有营爆 因为他们很广修共养 你真的要带新加坡朝圣团 你真的要带新加坡朝圣团 只有达玛冬 请 你们那里也有这么近 都不去新加坡朝圣的 现在不用很多东西看的 对不对 乌国经塔寺也不错 浮亚寺 蒙炳 蒙炳 有双鸣寺 也是很值得吗 对不对 接下来你再看 日本的国宝 青铜流金的 钥匙七佛与八大菩萨 你看 中间钥匙七佛 日光跟月光片照菩萨 一千多年的国宝 这个我没有去过 因为我口袋正无空性了 没钱了 时间呢 东南洋排的满满的 日本跟韩国是不读了很多的书 可是呢 日本跟韩国也是大乘佛法 很兴盛的国家 接下来再看 释迦牧尼佛也有净土 你说我不要去几个释迦牧 那我也不要去钥匙坡 明了菩萨太遥远 那可以 你也可以发愿 生生世世在这里行净土 可是呢 你要有用功 你要能够见到释迦牧尼佛 比方说 智者大师 中国天台中智者大师 每天送妙法菱花经 我查过智者大师 这个大师啊 他一生度出家人度一万人 他一生有几千万的例子 都是他的例子 都念妙法菱花经 智者大师每天晚上很精进 天黑了 他自己还送妙法菱花经 他自己不精 有一天他一直念念念念 念到路定了 回到灵山会上 他还看到释迦牧尼佛 可见释迦牧尼佛的爆生 还在啊 化身当然消失了 我们看不到 古印度 2500年前 或2600年前 80岁的释迦牧尼佛 但是释迦牧尼佛 现在还在啊 是我们的业没有参除 你看这张是师父拍的 古印度 这菩提家也树上的 就带着宝万的 卫霜王朝造型的释迦牧尼佛 再看中国 那边你们看过 韩国石窟庵石雕的释迦牧尼佛 再看中台山中台禅师 就以韩国石窟庵做造型 然后旁边在光中望火 有两三层楼这么高 所以这些都是在家出家给一直供养的 他总会有福报 广修供养院 接下来你看 胡亚寺的弥勒菩萨建设 你又要求生 都帅内院也很好 你看 藏传佛教也有讲 弥勒菩萨 好 藏传佛教 弥勒菩萨 他旁边有两个眷属 那在藏传佛教 这张汉塔是迪鲁巴里面 所以他这两个是 格鲁巴的这个 坎布或仁波切 对 接下来你看西藏 对 折磅死 用铜流金而渡的 然后呢 有三四层楼这么高 这只是看到佛的脸 全部他点数有的 所以像你看 南传北传藏传 有很多人在修行的 接下来再看 印度我的老师智慧人 用铜流金两层楼半竿的 释迦牟尼佛 上面带五方国宝冠 正中间是全世界非常贵的 钻石供养的 所以你看看到 为什么人家有福报 为什么人家要用心 各位要发心 对不对 好 接下来今天 我要和各位看一段 好 大家知道念佛很殊胜 有念 目前行愿品 可以求生极乐世界 请翻开四十九页到五十页 给各位听一段 念念佛 好 我先说一下 师父在放这个要给你听之前 我要先说 南传北传藏传 角度不一样 南传的人是不可以唱歌的 你到泰伯斯里来 他说不可以听音乐 就不可以听音乐 远离射身相会处 第二个大乘 用音乐以菩提心 用凡贝来赞叹佛上 所以你看到 华言和法华 乃至各位外餐 或赞佛祭 你都是用音乐 来修广大的公养 所以大乘是可以唱歌的 在金刚正认为 唱歌可以让你的心开开 所以你唱蜜乐日巴的正道歌 是可以推顾的 简单的这么说 那我今天要教的 给你听的 就是说 我们华人的希望 常常分的很紧 我们来华人道场 常常告诉你 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哪有这么多框框呢 我觉得华人佛教国 因为文化的关系 心崩得太紧了 就是师父的察觉 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 有人就拿念诸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走到这里呢 母诸不可以跨过去 谁说呢 我去查经典 从来没人讲 你们呢 连有都喜欢乱乱听乱乱讲 但是我查到 东密里面有说 若有佛像 母诸里面有颗佛像 他念了完以后 要倒回来 的确 他是在东密的遗鬼才有 所以 在大村里面 我们常常呢 入佛门的时候 恭敬性很重要 虔诚很重要 所以我看到 新加坡 跟马来西亚 很多的道场都说 进大便要穿着端装 不可以穿得太凉快 对 没错 你干嘛穿得那么凉快呢 对不对 你不是来诱惑人的吗 对不对 所以你要穿着端装一点 你看回家 你进去的时候还要摘戒沐衣 你要洗手跟洗脚 所以我觉得 其实佛堂的前面呢 应该设计禅中 你要洗手洗脚才来进大便 这是很好的文化 但是我觉得 华人呢 有时候文化呢 就是 弄着太凉 这也不可以 那也不可以 这里也不可以 那也不可以 你不是讲吗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报应吗 你也嘴巴会念 可是呢 你的执着却很多 所以今天我才安排 待会我要你们唱歌 大声唱 唱这个念念话 第一遍 你是用听的 你会看到 这个歌词 就讲到我们念佛人的缺点 念佛非常好 我先介绍一下 这是台湾凡夫 凡夫他是一个在家居士 他的笔名叫凡夫 很了不起 他很有善根 先让师傅介绍一下 他呢 他呢 喜欢弹吉他 度现在的年轻人 他呢 在台湾全部有学会演唱会 然后他本身很有智慧 也喜欢念佛 也喜欢常宗的道理 所以他自己作曲跟作词 那他看到很多人都喜欢念佛 可是什么放不下呢 请看 名利忘不了 儿孙忘不了 功德忘不了 好 你听一下 先听一遍 好不好 先听 先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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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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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插头的关系 我插开进去 这个插头的关系 对不起 抱歉 抱歉 再来一次 先听第一遍 第二遍请大家大声唱 第三遍我会解释意思 是人都知念佛好 只是因离忘不了 早晚年佛已出乡 佛在眼前见不了 不是你多不自卑 不是观音没听到 晚饭烦恼放不下 人在西方不知笑 不知笑 我拍一杯 不软币 erem就注意 稳 rules 我听说 咻改天'Do 不知 bush 还离忘不了 有啄 吊 忍 对不起 我 伯斗 知识而顺忘不掉 捉牛捉马强欢笑 成魂定情笑自少 手中过竹云转 后年我好奇幻想 万般情愿放不下 人在西方心在家 心在家 所以后来老佛上最难忘的事情就是 否念好心乱行 人在西方心在家 你没想去几个世界 其实你的心还是在你家 第三是放下功德和计较功力 世人多知 念佛好 知识功德忘不掉 朝山拜佛求护山 日之忙如走道场 不知此心即是火 求火即是求自己 世文当年两无敌 一生功德有多少 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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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去自己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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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 大聲唱 不要害怕 大聲唱了才會把你心中想法唱出來 我看這三首曲是這樣對我們念佛人的缺點 十分勾去念佛好 去世的命令忘不了 早晚年佛已徒相 佛在眼前見不了 不是彌陀 不思悲 不是觀音沒聽到 晚晚煩惱 忘不想 人在西方不知笑 不知笑 是彌陀 不慈悲 不是觀音沒聽到 所以第一個最難的方法是 明定的行動 代理的行動 代理的行動 第二段 十分勾去念佛好 只事而生光不了 著牛 著馬 將歡笑 成魂 定性 笑 自燒 手中佛住不停轉 後面佛好心亂響 萬般心願反不下 人在西方心在家 心在家 心願反不下 我們手中的弧度 一天在地裡 它是嘴巴念 心切實在亂響 請遠放下 第三段 指掌聲 使用都知 編佛好 知識風得忘不了 朝山拜佛求菩薩 直知妄如走道場 不知此心即是火,求我即是求自己。 只問當年兩無敵,一生功德有多傷?有多傷? 不知此心,不知此心,不知此心,不知此心。 好,各位唱得很好。掌聲給自己鼓勵一下。 現在請看,這位團夫是很有智慧的, 他講,第一個,世人都是念佛號, 毕竟念佛法门在东南亚华人的世界里呢 都是非常弘扬的 可是大家念佛是怎样 然后我现在有个建议 明天也能带108个念出来 似乎被交易中念 我先表演一下你看 老胡萨都是这样念佛 好必懂吗 都往外看的 念佛要看自己的念佛 所以大家都知道念佛 只是为了明明 为什么 因为念佛要好处 早晚念佛一顶下 早上前晨晚上明日住下 嘴巴念佛 可是佛在眼前见不了 这里的佛在眼前是什么 一切的宗生都是未来佛 你却没有看到 知道吗 你的老公也是未来佛 你的太太也是未来佛 你的孙也是未来佛 不是弥陀不慈悲啊 不是欢迎没听到 讲得太棒了 你每天念到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就这天讲 观世音菩萨跟阿弥陀佛 都听得到 答案是什么 万般烦恼放不下 你没有学习工法 没有调伏你的烦恼 你虽然嘴巴念佛了 可是你的心中还是有 很多很多的烦恼 他一针见血说出 很多人念佛法门的缺点 人很想去西方 西方哪一天到 他自己也不知道 再来看下一段 请看 五十页 世人都是念佛好 只是儿孙忘不了 这里讲的儿孙是什么 情侄 我们人活得不习惯 要儿子女儿 儿子女儿又孙子 当然 作为阿弥陀佛的人 爱照顾孙子 这是很好的 这是天津匯艺术 可是你的太执着孙子 孙子操心完 还有生孙 还有孙孙孙孙孙 请问你要操心到哪一天呢 很多老大人都说 是不是等我孙子大一年了 我再去念武贤行验品 他们长大呢 就问我的孙子又生孙子了 什么我现在又很忙 以后过几年再去看你 端极那一刹那 你从来也没有学过 对不对 孙子是永远做不到的 永远没完没了 这里讲 做牛做马 强欢笑 现在的时代也不一样了 对不对 现在孩子都不一样 我说个笑话 很多老奴上 现在觉悟了 养儿不能防老 儿孙子有儿孙福 孙子不要回来 捞你的老本就不错了 对不对 所以你照顾他 中国的华人很辛苦 为了儿子买一栋房子 媳妇还要再买一栋房子 孙子也要买一栋房子 为什么你们要做牛做马 做这么久呢 那你想想 成婚定型 孝子少 现在时代不一样 以前都早上跟晚上 要跟爸爸妈妈 问他跟扣安的 对不对 现在呢 能够发麻烦的简讯给你 都不错了 对不对 所以我也常常劝 孩子啊 现在呢 小的时候你要跟他在一起 你不要嫌他吵 不麻烦 他现在小孩子 孙子跟你跟你在一起 等到他长大 帅哥美女 有男朋友女朋友 哦 接着就出去了 对不对 他们总有一天会飞的 为什么你放不下呢 接下来 手中佛珠不停转 拿着很大颗 奥密度佛 就这样 寄功佛佛 我一样 那很大 不停在口念佛号 心乱想 把心这样讲化起来 把心乱想化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一次我要教你常做 以及要念头闲心悦平 他就是要调补你的心 师父教了很多方法 有些人是用这个方法 有些人是用那个方法 没关系 你可以换 不是不可以 就一定 念佛可以换不同方法 举个例子 各位喜欢吃面食 对不对 面食有很多种 吃面条 马来西亚有果条 对不对 我都快变果条仔了 我真的很喜欢吃马来西亚 因为我们台湾果条 没有那么好吃 我爸爸是北方人 你看西亚的面食 就会说什么 锅贴 包子 水饺 花姐 馒头 再讲 都要留口水 对不对 你看 所有的面食都面花 但是它的营养都很高 所以念佛其实它有很多方法 最近很多人有解释说 不要怀疑 不要夹杂 不要夹杂 并不代表不可以用其他方法 这是你们很大的物极 不怀疑 不间断 不夹杂 不夹杂 没有说不可以念其他经 这是真的 谁不从经中许会出来 我很清楚 我五六寿经就念了三千步 我会背 普贤情愿 我念了三千 六到五千步 不夹杂 并不代表不可以换方法 举个例子 在净土圣贤录里面 用你调查 往生极乐世界排行榜 第一名念经是什么 金刚经排行碑第一名 第二名的是 普门品 阿弥陀经 念法华经也可以去极乐净土 你普贤情愿品也可以去极乐净土 你念任何一部经 受止 发菩提心 对不对 身信因果 对不对 独送大臣 劝敬行者 独送大臣 所有的大臣经典 都可以回向极乐世界 所以 你调不新 是可以换方法 但是 你调到方法 目的呢 不像我今天说的一样 搭飞机 往新加工工公司 你往极乐净土的方向是不变 知道吗 方向是不变 可是过程当中的方法 它是可以变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 喜欢变化 我昨天不是讲吗 男人夹在老娘跟新娘中间吗 你看呢 你有包包用的家 去Jesco看一看 这个很不错 老公 我身子快大了 你是按照他要买吗 实际上你已经有包包了 那你为什么要换 因为你喜欢新的 喜欢变化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很乱 所以大乘 还有小乘 还有金刚乘 有很多调伏自己心的方法 观想佛无上也是一种方法 所以很多人是口念佛号心乱想 所以你调伏不了自己的心 接下来看看 万般情缘放不下 人在西方心在家 你心恐怕想成家西方 可是你心对着世俗留恋的家 还是放不下 为什么呢 有情缘 所以出家就说出圣 就是斩断家人的情缘 家人假如你是全家都是佛教徒 佛化家庭 那会比较好 情缘淡一点 假如你自己是佛教徒 你的太太不是佛教徒 或其他宗教徒 是哈利路亚或是拜阿拉拉 那就很麻烦 为什么 在你断气的时候 人家住念的时候 你就会有很大的障碍 所以你要立以主 写下来 立以主 可以减少家庭的障碍 那你假如不会写 你可以用声音录音 各位老佛萨不要害怕 师父真正在教你 希望你不要留恋执着 假如你这些不做 等到你断气的时候 你是手忙脚乱的 你想想看 你断气的时候 你最喜欢的是 阿嬷 别走啦 那我告诉你 你一颠倒你就到地狱俄出生去 所以为什么祝念不可以哭 不可以摸 净土中有净土中的道理 就是你的情缘太深 我也提醒你 假如 假如今天你知道 有一天你要走了 人就像汇光馆照一样 知道要走的时候 你最放不下的家人 你叫他出去旅行 不要在你断气那天 在你身边 举个例子 你知道自己三天要走 那你最放不下那个孙 你又给他起来 来 你去谷底嘉言曹圣 帮阿嬷去点根 那他就不会在你旁边 那你的正念就会分明 这是真的 我在台湾祝念的时候 有很多临床经验 就是这样 你最执着的家人 不要让他在你旁边 等他你断气以后 他才出现 没有关系 那他说 师父这样很残忍 不会 你可以托梦祝福他 接下来再看第三个 世人都知念我好 只是功德忘不了 人都要功德 没有错 但是不要执着功德 您好 看师父的手 时间快到 我要十点半就讲书 不然老胡杀太晚 回去也很抱歉 我要讲的话很多 佛对第一层人告诉你 不要造恶业 第二层就告诉你 修这个有功德 功德 功德 我就讲 华严经有多少功德 法经有功德 眼灯有功德 造佛像有何功德 为什么 他是要对峙你 第一层 不要造恶业 所以讲善法跟功德 吸引你来学佛法 可是到了第二层 很多老胡萨就越学越 越疲调 大功德他才做 小功德他就不做 你表示你的心分别很强 那第三层就告诉你 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的 了不可得 这就是波尔波罗尼 告诉你不要执着功德 在这个寄宋里面最后看 试问当年梁武帝一身功德有多少 这个故事大家知道 郎国祖师来到中国 梁武帝本身我去查过 他能够讲波尔波罗尼经呢 他可以深作讲经 其实梁武帝是虔诚的佛教 但是他有很多的习气 最大的习气呢就是傲慢与狂妄 他是皇帝吗 对不对 他也建了很多很多的寺庙 他也供养很多很多的旧家人 所以他实际上福德是无边的 但他遇到达摩的时候 他问他说 正建了很多的寺庙 录了很多旧家人 请问功德大不大 其实他应该问 正福德大不大 假如他问达摩说 我的福德大不大 他一定会说 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的福德是无边的 可是他问他功德 他说没有功德 他就气死了 然后呢 他跟皇帝一言不合 他就到整个山上去打坐 好几年就等二族 二族惠可大事 来传他的法 好 这里说明白 请写下 什么叫福德 什么叫功德 这两个一样 福德举个例子 假如现在有一个莲友 供养师傅 很多的水果 那夏天吃不完 我就会分给大家 验发一个 这个就是福德 可以跟别人分享 你说福德有有形的 有无形的 你可以跟别人分享的 这个叫福德 功德没办法跟别人分享 功德是借病会 要靠自己修 释迦牟尼佛跟观世音菩萨 也不可以把功德给你 那如果给你的话 我常说笑话 那我就像张诺一样 来 每个生意之间 好 然后呢 就开始发功啊 那我就功德都给你们了吗 但不是 佛陀就像老师一样 他在教书 或是读书 要靠自己 老师在一堂上课呢 是平等的教 可是有些用功的学生 就考过了 有些不用功的学生 就被荡掉了 所以功德是借令会 要靠自己修的 好 再回来看 世人都知念佛好 只是功德做不了 这边的功德 第一个功德呢 是指佛门修识的功德 像诵经 做法会 故事道场 印经 流通法宝 其实这些也有功德 但是最后一句 一生功德有多少 那个功德是指借令会的功德 两个字是一样 但它指的意思不同 我们国交部很多人都喜欢 像潮山 三步一半 到处去求佛菩萨 对不对 每天很忙哦 跑进忙出 日日忙碌走道场 注意这里走道场有几个意思 第一个是你盲目的跑道场 不好 第二个 盲目的攀援 做社交活动 这是不好 因为你的心散乱 第三 假如你来寺庙 做运功 布施佛法 不是指这个 那很好啊 所以这里讲是说 你日日忙碌走道场 是说你的心很攀援 要外在的前面的名利 要人家站在 要人家炫耀 这样到处去呢 杂染心跑道场 这是不好的 并不是说告诉你 不要去其他道场学正法 它不是这个意思 最后它从残重的角度讲 不知自信就是佛啊 求佛祭祀求自己 把这个画下来 你要先求自己 佛菩萨才会帮助你 我们中国画不是这样 自助然后天助啊 你自己都不求自己了 佛菩萨怎么帮你呢 所以你要自己改变自己的个性喜气 你求佛菩萨 佛菩萨才要改变你 帮助你 所以我第一天讲经就说 为立众生愿成佛 你为了立他 你要愿意改变自己的 这个才叫真正的修行 至于教理诵经 念佛 拜参 念咒 念佛 这些都是调补你心的方法 是问当年梁武帝 他这么聪明 帝王建了这么多寺庙 渡了这么多出家人 他还能够身作讲佛菩萨 你看 他的脾气还是这么大 三公六院七十二兵飞 还是这么多 所以你不要认为当皇帝很好 当皇帝最容易犯的就是杀戒 跟淫欲戒啊 所以我讲三世愿 你今生很苦 来生修变成帝王 当帝王的时候呢 半君半虎啊 你念秤心情 你伤害很多人 杀了生结果呢 你又继续多地狱受苦 所以这叫三世愿啊 所以各位灵友 不要发愿做罗牧百官 除非你要做罗牧百官护法 你应该发愿 我生生世世啊 都不能够遇到良师益友 好环境 而真正学佛法 这个才重要 富贵的人是很难学佛的 知道吗 真的是很难的 不要讲别人 举师父的例子好了 我讲个例子 我们就结束了 你想想看 师父这么辛苦 对不对 我这一生爱学习佛法 我放下了我时间最好的工作 我以前在101旁边教书 我的薪水就变了好几倍的 那我为什么放下了 我就先出家 很惭愧的说 25年 我在家就开始学佛 25年 每年很认真的读经 诵经 我也做功德 每个月故事 25年 对不对 来这边呢 全世界东南洋 我绑建了道场 网站 假如我好不容易修了这样 来一生 假如我不去修持 不去极乐净土 那我可能当CEO吧 有银行里面的总经理 对不对 凭师父的口才是非常好的 我的人员又这么好 假如我不能控制自己的心 是不是你能做得出来的呢 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自己有 不知道是前税一点修的 那假如你当了CEO总经理 迷失了自己 我口才这么好 那又告诉自己 在家出家是平等的啦 那你还不想出家吗 很难的 所以我们有一点点福报 若我们没有善根 在轮回里面呢 福报越大 障碍会越多 考验越多 所以佛经讲 富贵学到的 各位朋友 你现在还会来听经 假如来生呢 你是文部法官或州长 大邀大 师父我上香了 你要念经文一项给我 就走了 你还会来听经吗 很难的 所以不要羡慕富贵人家 假如你真的 佛生在富贵人家 你要有善根 学习魔法 护持国教 那就功德很大 否则 富贵学到难嘛 对不对 那假如我来生可以做CEO 请问你是什么O呢 对不对 来生不要再来 求生极乐尽头 求生诸佛菩萨 当你站到八地 不动地菩萨的时候 你不是一个人来 只会一群人 就有了大宝佑花 当你一出生的时候 过去现在未来 你都会知道 那时候你才会是自在的 好 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 来我们今天要念 宗科巴大师八月文 请开第五页 今天不要教这个好 因为我们只剩几天了 然后师父每一天都会教不一样的东西 看宗科巴大师 宗科巴大师是文书 朝节 课主节 所以他卷主圆满 所以 宗科巴大师弘扬广论 一直到现在 全世界东南亚 很多都有广论研讨班 我们要随习 随乎自己广论也全部读完 接下来有空可以到新加坡 阿弥陀佛Buddhist Center 在阿俊尼亚 还有六层楼 就是伟大的 拉玛索帕的国家 新加坡宏把二十年以后 一栋六层楼建筑物 那他们呢 皇教是很延迟戒律的 所以他中间有雕 这个宗科巴大师 右边讲朝节 左边课主节 总共是尼默尔 运来的 你看他们供的香花的果种 所以你要想想看 为什么人家有福报 因为人家很重整音 那现在 我为什么要带你发 这个宗科巴大师祈愿文呢 因为宗科巴大师 是文书实力菩萨的化身 所以你发这个祈愿文 可以在初一十五六灾日发 你发的话 你就会深深事事 遇到良师 义友跟好环境 你就不会走错路 现在呢 很想休息 可是常常遇到恶友 乱乱讲 我遇到假的上师 假的人波切 常常就会发生一些奇奇怪怪 被骗财色名十岁的事 为什么 是你的恶业没有参除 对不对 我时间不够 我只在讲 改天再讲说 所以我带你发这个月 请看第八 第五页 对不起 第五页 两句一个段落 请合掌 我念一遍 你跟我一起念 念的时候 观想 宗科巴大师 讲大殿像两三层楼这么高 就是文殊菩萨 他嘴巴吐金色的光 照在 国学会的讲堂 每一个人身上 也观想 你的爸爸妈妈 亲朋好友 不管有来没有来的 通通在你旁边 也一起合掌 这样发愿 我念一遍 你跟我念一遍 以我酒情所积极 量等虚空恶资良 一起念 以我酒情所积极 量等虚空恶资良 未度无名有情众 愿成导师佛世尊 未度无名有情众 愿成导师佛世尊 未成佛前一切身 文殊资命随资世尊 未成佛前一切身 文殊资命随资世尊 具足教理最圣道 得以行令诸佛习 具足教理最圣道 得以行令诸佛习 以我解雾道法药 大悲围倒善方便 以我解雾道法药 大悲围倒善方便 尽足众生义名语 持佛教法于九远 尽足众生义名语 持佛教法于九远 尽足众生义名语 尽佛圣宝未偏阳 或以偏阳而衰落 尽佛圣宝未偏阳 或以偏阳而衰落 愿于秉触心大悲 显鸿利乐之宝藏 愿于秉触心大悲 显鸿利乐之宝藏 愿佛菩萨妙世业 最圣菩提道次第 愿佛菩萨妙世业 最圣菩提道次第 愿于秉触怨世业 世尊教行永流传 成就修行善道圆 禁除人非人非人为圆 成就修行善道圆 禁除人非人为圆 佛所赞叹净行道 深深世事事永不离 佛所赞叹净行道 深深世事永不离 以实法行于圣城 如礼精勤修行计 以实法行于圣城 如礼精勤修行计 佛法慎重常不持 如海吉祥普食方 佛法慎重常不持 如海吉祥普食方 好 再接下来念 第六页最底下 三页经测四首条件的 最后一堂 我子普贤书圣行 合展一起念 我子普贤书圣行 无缘圣徒见为相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王无量断佛唱 好 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 明天会发俄美山 跟乐山大火的农片 最后一天 我们会点灯跟花月 那这一次讲座呢 就是要接近补生 好 今天送给各位 普贤心愿品 多要基本的呢 外面会答还有 所以希望大家为了自己 又为了一切的众生 然后发愿羞耻 念读学习 愿品会遇到喜结坚果 而且可以满你的愿望 求生任何一个国家 今天讲经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大众请起庆祝 以学法师三分训 一问训 一问训就好 晚安 阿弥陀佛 明天见 对面白白 封锁果子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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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